所以生產者 我覺得很棒 所以只有生產者 跟顯示者兩種嗎 還有另外兩種 另外一種叫做投射者 其實這個運作是這樣 顯示者發起一件事情 然後生產者就會有回應以後 我們見骨對這件事情 有回應的時候 我們就投入開始做 然後做一做 我們就可能會失去方向 或失去動力的時候 就有一個全人類 大概有百分之二十的 叫做投射者 他們就上那個 幫你照清你前方的路 他有跟你講說 這條路不對 我覺得你這裡應該怎麼做 哪個名人是那個投射者 滿多 其實滿多藝人都是投射者的 或是很多的髮裝 像今天幫我弄頭髮的髮型師 我的髮型師跟化妝師 他們都是投射者 所以我跟他們在一起 我就很有安全感 然後最後有一個最稀有 叫做反應者 反應者是他的圖 全部都是空白的 他的能量中心 有這種人 所以他是怎麼樣 他是怎麼樣 特色是什麼 他的特色就是他是 他是一面鏡子 他是來映照出 這個世界的美好模樣 就是因為他都空白嘛 所以他跟你在一起 他就會變成你的樣子 結果神經 百變怪 對 所以也沒有哪一個好 哪一個壞 反正就是 就沒有好壞 就是說你要理解 自己是獨一無二的 你要理解別人的設計 跟你是不一樣 所以沒有一定 事情一定的法則 所以你們現在有聽懂 人類圖怎麼玩了吧 先去護身 然後再找亞洲人類圖表 然後學院 然後輸入你的出生年月日 還要很明確的出生時間 幾小時幾分 對 要寫清楚 然後就會出現 右邊那個圖像 對 左邊那個圖要 照片要自己放 對 照片 那個不會放在上面 明明是會比較 對一般觀眾來說 比較好上手 它會比較簡單 因為它就是 你的西元的出生年月日 好 我們現在來教大家 不用幾點出生 不怕也可以 西元出生年月日就好了 對 我們現在來教大家算一下 好 比如說像我是 1979年出生的 然後緊接著請大家幫我 寫上你的生日 然後1979 然後我是10月 29號出生的人 還要寫 我要寫的時候上面也寫好了 對 要寫好了 不寫好了 他不寫啊 我也要玩耶 很奇怪 你們 我也要 有空白 有空白對不對 好 然後來 大家都已經寫完了 然後我們緊接著要來做 把全部的各位數字 加總在一起 然後比如說像現在就會是 什麼意思 好 來 比如說像我就是1 加上 我的第二個數字是9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7 再加上9 加上1 加上0 加上2 加上9 不用照順序嘛對不對 就按照順序加就好 不加也沒關係 因為不按照順序也沒關係 因為他就加法 答案是一樣的啊 他答案會是一樣的 沒關係的 好難喔 好 好 來 請先去幫忙 S已經算出它是36了對不對 然後像我的就會是38 所以不論是我和S都還沒有到1到9的各位數 因為生命數是1到9而已 所以我們要幹嘛呢 來 各位 3再幫我加8 會等於多少 11 也不是各位數 再來一次 1再加1 等於2 所以我就是2號人 好 先算出自己是幾號人喔 所以我是9 我3加6等於9 對 妳是36的9號人 如果妳是生命數1號人 妳就是典型的 所以基本上帶領大家往前走 妳不害怕 也覺得有什麼不可以的嗎 所以當如果在團體當中 需要有人引導的時候 妳會發現他會直接就站起來說 好 那我吧 如果都沒有人要做的話 有人是1嗎 我是1 配個將軍 將軍 真的喔 配個將軍好 這裡 還會帶領你 將軍好 他會帶領大家是不是 他會帶領大家 然後他會給大家一個方向說 不怕 往前走就好了 先走再說 但他心裡可能也是慌的 但他會告訴大家 這狗話 好 然後2號人 剛好沒有 只有我 所以我用我自己當代表 2號人希望大家都快樂 然後大家都找到自己的 安家所在地區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說什麼話都希望你快樂 你聽得懂 你滿意 所以某一個程度 我也喜歡說故事 因為我希望大家是 能夠快速理解 和正確的理解 我想說的事情 好 我們來看一下3號人 有沒有3號 有 3號 3號人來了 S你是9號人 不是說好了嗎 不是說好了嗎 大家沒有 不是 要一點收拾住身嗎 那是星座 那是妳的星座 不是看這個 好難喔 不是說很難 剛剛我們都擔心 妳是舉錯手了嗎 這樣子 好 來 我們 不要太緊張 妳在簡單的 老師來嗎 這滿簡單的 這已經很簡單 好 張玲是我們的3號人 3號人基本上 就像孩子般的可愛和純真 妳不要看他的臉 就這樣講好不好 他摘起來很重 臉摘起來 他就踩 踩著別人 就被我往上踩 但至少他就是笑著踩的 他是笑著踩的 沒有 笑著踩 他還要怪 而且妳知道 他假裝約我 然後更沒名 真的 太多拖 就假好人 他們是太像 沒有 他像小孩 他忘記 他講完他就忘了 他小孩 他是小孩子 所以他們就要求的是 他就是好玩純真啦 所以有去這件事情 其實他就是一直在追求 所以新鮮的是 比如說要排餐廳 你就叫他去排 你看他說超好吃 他就會去 排完你整 然後你們再去嗎 就比如像說 剛剛嘟嘟我們在休息 他就說我們去畫畫好不好 我就好 加一 我也不知道什麼 我就立刻 對 我跟我們一樣 我就立刻這樣 對 就流體化 所以他新鮮事情 他連什麼畫畫他都不知道 他就直接在群組裡面說 加一 那婷婷是3號嗎 不是 我跟妳一樣看錯 我看妳的 不是吧 新座新床 妳剛剛舉超高的 好嗎 有 我剛剛說 不是這個嗎 所以3號只有妳一個人 對 然後我們這邊有兩 我記得有兩個4號人 派翠哥也是4號人 我 對 他這個 我兩個都是4號耶 是4號人 然後嘟嘟也是4號人 好 我們來看一下4號人 4號人某一個程度 是標準的 就是好小孩跟 公務人員的代表 他們在意規矩 標準 所以他到哪兒都會問你說 妳想要我怎麼做 妳的SOP是什麼 結果是什麼 妳是嗎 是啊 妳是這種人喔 妳不是很自由嗎 我什麼都會先問過妳啊 好好喔 有嗎 有啦 我會說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如果這樣子 先這樣Cue那個 好不OK啊 你從來面問過我啊 你明明說沒有 有啦 有時候 我會跟妳說什麼 等一下有 他都說 我想要怎麼主持 你不要管我 我這樣還會這樣講喔 真的喔 不可能喔 真的啦 不可能啦 妳是不是三號 妳很調皮耶 對啦 三啦 妳就告訴我 好調皮喔 所以你說才海 四號是誰 Dudu Dudu比較像是那種 循規盜絕的人啊 我是啊 妳是嗎 我這麼乖 對不對 完全被老公控制 我沒有被他控制啊 你有啊 我哪有被他控制 我... 大家看到我就是 你有 真的嗎 我哪裡被他控制 就是 妳的一氣 妳的人生 妳的劇本都是他給你的耶 我... 他的人就才說我給他 我好 這四號人是怎麼樣嗎 妳知道他出事了嗎 我覺得四號人就會像 Dudu剛剛反應就很正... 就非常像四號人 他覺得 他根本不是這樣 他在把握 他在管理別人的這個生活 或者是風險控管 但某一個程度 是因為他太害怕這件事情 所以他其實在被別人管 然後他沒有發覺 他其實是反被控制的 對 他其實以為 可是因為你太需要 你太需要知道步驟 你太需要知道自己是對的 甚至是他有聽話 所以你就會去做很多的事情 可是實質上 你在被他管理 因為你需要 他給你回憶 妳好自豪喔 看他生命是五號人 剛好我今天沒有 但是小米姐也是五號人 我們剛剛有先聊了一下 所以五號人某一個程度 他就是 自由奔放的靈魂 這個世界的規則 其實會從他這邊去建立 那他 我先說 他不是一個叫做 亂七八糟建立規則 而是因為他進到這個環境當中 他覺得可以更好 所以要更好的時候 他就要先從規矩開始 所以你會發現 他會跟你講道理 可是在講道理的過程當中 你也很難拒絕他 因為他又是一個 渲染人能力 他就是口說舞台能力 非常非常強的人 所以五號人一開口 你就覺得 對 好 沒問題 而且很難打斷 對 剛才已經被大家 試到了一整段吧 剛剛那個人類圖 真的是無從打斷耶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六號人現場好像 我們的製作人間 六號人 好 我們先說六號人 我知道你們一定會笑我 但我要先說出他的內心 六號人基本上生下來 就是來找尋 誰要愛他 跟他想愛人 什麼 你不知道他人間只有這兩件事嗎 沒有 也不是這兩件 應該是說六號人 基本上就是愛這件事情 對他來說滿重要 那那個愛的定義 就會變成就是說 通過別人的認可 跟別人知道他是誰 那種 比如說父母親的愛也是 或者是同事之間 就是這種被認可的這件事情 其實六號人滿在意的 那六號人怎麼樣去 讓這個愛能夠有所回饋 某一些程度他會先愛你 願意的話 他願意的話 他願意先給 所以愛這件事情 其實在六號人身邊 都滿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他有的時候 你會發現六號人 好像嚴格或什麼 可是你真的要跟他談的時候 他會問出一句話說 那你希望我怎麼做 怎麼做會比較好一點點 真的耶 好浪漫喔 但因為六也代表的是家庭 所以不論是大愛小愛 只要是能夠建立關係的 某一個程度他都滿在意的 就是六號人的特質 好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 其實滿多的七號人 有誰 好 我們先說 就是這個 Keki跟Miyaki都是七號人 然後我們的老師也是七號人 七號人基本上就是真的 我必須說你們就是Lucky7 你是 神的代言人嗎 直覺 是猴子嗎 所以比如說 我們可能每個人都有感應 可是他剛剛說 我人類圖我直覺也很好 有 你的在後面 你等我一下 你是九號人 你等我一下 你等我一下 就是因為Lucky7嘛 所以你們頭頂上的天線 真的比較大隻 所以有的時候 你會問七號人 問你說 你就這樣做 你問他為什麼 他說沒有 就直覺 好啦 所以七號人 某一個程度 我覺得七號人 是一種綜合性的性格 他有時候 他們要冷靜起來 要躲起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找不太到 而且其實他們有 社交恐懼症 看不出來對不對 七號人 你是社交恐懼症嗎 他們進到一個場合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個習慣動作 前一天問說 有誰要去 這是每個人都會問的 有些人真的 不過像我都不會 我覺得去就認識就好 我真的還好 我不會問 我也不會問 你也不會問 對 就是一個人 你想跟他出去就 對 那其他人 我們就無所謂 可是七號人 就會想要照全部 那如果說 以比例值來說 三分之二都不認識的 你就開始想藉口不去 對 想不去 對 然後但是如果你一進去 其實七號人 是非常非常得體的 我就叫 因為他會知道 跟誰講什麼話 讓對方快樂 但前提是他要去 去到那邊 他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真的 那準嗎 我覺得滿準的 我怕冷場 然後我會覺得 如果到那個環境 開始要冷場 我就想要救場面 對 真的 因為我每一次 其實在很多人場合 我都可以表現得很開心 然後大家都覺得我很外向 但其實我回到家 在去之前 或是在回來之後 我都會覺得 我想一個人 就覺得很累 而且我會先腦補畫面說 我到那的時候 待會兒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會先想一回合起來 上 對 好累喔 而且在現場 你會盡量搞笑 讓大家就覺得很好笑 但是其實 你是搞笑 Peki 你會搞笑 我在我朋友中是搞笑的 看不出來耶 就是工作廠 剛剛怎麼還沒對我們搞笑過 你是哪一位 剛認識 我現在滿熟的 你敢想笑 你是講笑話的搞笑 還是哪一種 不是 就是會 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我有時候也會就是耍白癡 然後有時候裝猴子什麼 就是會 裝猴子 就是真的玩在一起 不行 還不敢熟 想看裝猴子 至少跟我一個 對 我不敢 因為現在還沒有跟你們那麼熟 你講到我沒有 好啊 好啊 很開心 我以為你們自己有 我跟你講 你要跟他們面熟 就是你首先要先放開自己 對 拿到門票 這才知道 你們以為自己寫 你們要放誰啊 你們是誰票的 怎麼會這樣解頭 那種口吻啊 是哪有男票 我們這裡不准什麼 學姐是OK嗎 可怕喔 好噁心啊 但是我必須說 我覺得那七號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覺得我有一種 很莫名其妙的天線特異工人 譬如說 這是很詭異的喔 譬如說我在工作到一半的時候 我突然腦中會閃過 一個客人的畫面 然後我不知道他要預約 他可能隔天 或是下禮拜 他就一定會出現 而且你們有時候會做夢 做到未來的事情 真的發生 而且有厭倦 妳夢到什麼 就是我前男友 他在偷吃的時候 我那天醒來 就是我哭醒 然後我醒來 我就傳言人說 我夢到你跟這個女生 怎麼樣... 然後畫面很清楚 你們在哪裡 他說菲菲妳想太多了 然後就後來 三個月後 我抓到他跟了女生 結果我翻回去 那個簡訊的那個日期 就是他們出國的那個日期 有照片 有照片 然後妳夢的就是 我夢的就是那個畫面 對 七號人某一個 當然我們還是想要跟大家說 就是科學算命啦 但我不得不說 我覺得七號人天生 在這種感應的狀態能力上 就是跟一到九號人來說 是最多的 看他比較多一點點 但他還是要科學算命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 大數據的參考 對 那如果你覺得說 你有這樣子的一個預知能力 那你會發現 你大概有一個頻率的時候 你就把它當成 是一個小小的提醒就好 對 好 快點訂閱小姐夫席弟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快點訂閱小姐夫席弟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快點訂閱小姐夫席弟